大家好,我是蒂姆都督 咬猫之后我一直听到一句话 猫咪上针老,下爱幼 抓着中间往死里揍 我当时是压根不幸的 放屁 猫咪是一视同仁 一碗水端平 公平公正的象征 结果现在有了小孩 猫咪实在是太偏心了 Luna我们家里最凶的猫 外号中华很凶猫 拿手Luta的 我去戴服手套 我去戴服手套,等一下 撸他的时候呢 只要他有一个未知的不爽 撸一下,撸一下 就撸一下 撸一下也不行 你太小气了 就之前蜜宝和Luna接触 我都很担心她被咬 他们只要一碰面 我就在旁边很紧张地看着 但时间一久 我发现我真的是多虑了 但是Luna有我,Luna Luna,你怎么对蜜宝这么好呀 哇,这你不要他 啊 可这大号啊 啊,大呀 我这这小区 哇,这你不要他 你忍得住啊 拿得住 我可能跟他 跟着小区熟了 嘿 哇,还能偷喷头贴贴 太偏心了呀 我也想偷喷头贴贴 哇,还能偷喷头贴贴 Luna,你跟蜜宝这么好 你也跟我贴贴好不好 Luna,解释一下 Luna,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不咬蜜宝 你为什么不咬蜜宝 Luna,解释一下 Luna,解释一下 你们也知道啊 这么小的小孩 下手一般是没有轻重的 而且手劲特别的大 Luna,解释一下 把猫当抱枕 把猫当抱枕 抓尾巴 猫咪不仅不会打它 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生气 我就纳闷了 咪宝这样子搞他们疼不疼吗 这些事情呢 我基本上都不会对我们家猫做 但是呢 今天我一定要试试看 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区别对待我 猫 插尾巴 蜜宝抓你的时候你怎么不咬 现在咬我 插尾巴啦 就耳朵 蜜宝追你耳朵的时候你怎么不生气啊 甩雕 来 蜜宝 你当当我枕头好不好 蜜宝 当当我枕头啦 蜜宝 蜜宝 你给我枕一下 你们看 区别对待吧 最可气的是 尼宝也被猫猫童话了 在猫猫和爸爸之间 搞区别对待 尼宝 陪爸爸玩 陪爸爸玩 试试 有 及格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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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宝啊 猫猫来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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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我猫猫的香蛙18种 猫猫 还要打吗 要不要 还要猫猫打你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笑的要求 猫猫铁头弓 我最近皮子痒了欠倒 网子爱打 还要猫猫头捶你吗 还要猫猫捶你啊 猫猫头捶 总的来说呢 猫咪上尊老 这我不清楚 但是下爱佑 逮着中间往死里揍 真的是实锤了 猫猫对宝宝的容忍度 简直是天花板那般的高 太有爱了 你们觉得有爱吗 那这期的猫咪大娃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继续看这个系列的话 点赞我3万抓紧更新 那我们下期再见 咪宝跟各位拜拜 拜拜